好了好了 我今天要去看展覽 看誰的展覽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特性跟我一樣的 脫甘大王 到了到了 我們到森美術館了 外面真的是挺冷的 然後森美術館呢 它會有像這個 綜織藝術 這個真的超帥的 每次來都要看它一下 就覺得很酷 好期待 看到廣告柱了 超帥的廣告柱 好了 我們走上一段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要進去了 附堅展裡面有 特別說明不能拍攝 所以 等等可能沒有什麼影片 可以分享給大家 會用口頭敘述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要進去了 附堅 我來拜碼頭了 附堅藝博展旁邊還有一個 限定餐廳 之前美術館專制的餐廳 也是在這裡吃的 我覺得印象很不錯 既然都來了 怎麼可以錯過限定咖啡廳呢 而且我告訴你們 他們桌子超漂亮的 剛剛有看到桌子真的超美的耶 真的很棒 很有氣氛 很有感覺 給你們看一下菜單 然後他們的餐點 跟我剛開始在網路上看到 已經有點不太一樣了 應該是有一些變化 我就是真的是不知道吃什麼 不過應該是點這個機率要高 這甜點看起來好不錯 Kurabika的甜點 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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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這個好可愛哦 這個是後期才有的 12月1號到1月9號才有賣的 所以呢 之前來的人就吃不到的 這是其他的飲料 哇 重點是 點一個餐就會有一個杯墊 他主要只有三款而已 這是甜點的部分 哇 真的是 這個 滑滑滑的感覺 哇 軟綿綿的 好好看哦 這漂浮的東西是什麼 我很好奇 好帥哦 這個是甜點 好可愛哦 Q版的獵人 下面是巧克力 又草莓 跟堅果類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咖哩飯 黑龍波 然後這邊是薔薇 天啊 這還是金色的盤子 這是 獵人的 義大利麵 然後它是 獵人考試的 號碼牌 這在上面 然後這個其實就只是麵包啦 然後貼上一層糯米紙 就想要騙我的錢 對 我還是被騙了 給他吃囉 吃義大利麵 這家應該很保險 番茄味超濃 濃到不行 然後他還有野菜 很健康的一道 那我吃吃看 咖哩飯 上有的 咖哩 跟黑龍波的 咖哩 它是粉紅色的 這邊有肉 它的肉也是粉紅色的 11個 甜的咖哩 黑色這邊 黑色的這邊就是黑咖哩 沒什麼問題 這個看起來 像茄子 我不太吃茄子耶 應該是茄子吧 我吃一口看看 是茄子 對不起 讓你看到髒髒的畫面 剛剛那邊就是逆光 大家可能看得有點暗有點辛苦 我現在要來吃這個 棉花糖 它已經開始融了 你知道嗎 因為它有一個漸層 我先喝一口看看 好甜啊 是不是要喇喇耶 還是把它丟進去喇喇 可是已經這麼甜了 這是棉花糖沒錯 欸是很紮實的 棉花糖 我居然掰不開 你看你看 你看看 這麼紮實 喔 糖塊 喔 好甜喔 超甜的 糖塊 真的是糖塊 這也是下面的蒟蒻 它蒟蒻是吸的起來的 然後 我吃了棉花糖之後 我再喝飲料就覺得不甜了耶 原來這個設計是這樣 我懂了 然後這個呢 可以單獨自己吃掉它的 有點殘忍耶 它就是那個沒有味道的紙 這個上面還插著一本不渴 一樣都是沒有味道的 對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這個很甜 這個沒有味道 飲料很甜 吃了棉花糖之後 就會覺得飲料不甜 不渴 肥食不渴 好辣 然後呢 這個就是麵包 是要如我所說的 號碼牌就是麵包 嗯 就是麵包 這家主席大家不要聽啊 只要是辦在深美術館的 他們只要是餐廳在這裡 我都很推 因為我 美蒜餐廳也在這裡吃 骷髏蜂也在這裡吃 現在還多了 布建伊博也在這裡吃 都沒有累 因為它至少原本就是一間 還在美術館裡面的餐廳 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們這樣吃一吃 一個人 本平均消費大概是3000多塊左右 所以 如我來這裡吃的話 荷包建議要算一下 我必須說 它這是好吃的主席餐廳 它不是什麼 你必要來 所以就是大家自己衡量看看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我都來了 主席咖啡廳我一定會來 嗯 好吃 不會很膩就是只有咖哩飯 咖哩飯 咖哩飯這樣子 然後這個 這個是什麼 吃的飯 應該是類似炸蝦餅那個東西吧 好啊沒有味道 有啊 沾沾 沾醬有的味道 然後啊 等等啊 我們還有一個重頭戲 你只要點餐 點飲料 它就會送一個杯墊 那杯墊隨機的 我們等一下來它翻杯墊 我好緊張 希望我多出來的那個杯墊 是我喜歡的那一款 全部 翻杯墊之前 我差點忘了我們還有甜點時間 甜點因為不是冰淇淋 所以不怕我這樣倒 也不怕融化很棒 我要吃它了 我記得日本的奶油都很好吃 我先吃一口 嗯 是我印象中的奶油 好吃的奶油 可是你沒有草莓 我有點害怕 因為我很怕草莓的酸味 欸 它裡面是麵包 堅果什麼的 所以我應該要這樣挖到底 然後 挖一勺子來 哇哦 挖到草莓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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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沾奶油滿甜的 然後搭配上酸酸的草莓 然後它的草莓是一片一片的很薄 不是那種很厚的 所以搭起來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發現它這邊還有 這個是抹茶嗎 嗯 不同顏色的奶油 我沒有挖到底 我有巧克力 喔有了 我挖到了 這樣 這 這樣才是一口完整的 這樣子挖到底 你們看到嗎 好我要吃囉我要吃囉 你看有布丁 吃進嘴裡去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我得說它是好吃的 不雷 它是好吃的 真的 而且又是限定了 OK 可以 這個中間是有蛋糕 然後後來發現我吃的很像布丁的東西 是巧克力 巧克力布丁 沒有那麼甜的 這樣整個挖上來之後 我們再吃 甜度剛剛好 嗯 好吃 是真的好吃 我很喜歡 本來我想要在這邊把我剛剛在展裡面 買的所有的東西都拆了 但是因為我在這邊用餐時間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決定最後翻翻杯墊 我們就先回家 回家拆 雖然知道可能就是沒有辦法後悔了 因為出來就是出來 它沒有辦法再回去買了 所以呢 就是只能這樣了 就是到時候湊到什麼就是什麼 我要開囉 第一張 是比較不熟悉的作品 好 接下來應該就安心了 接下來應該會是熟悉的作品 點人 又有白書 那這張應該就是 對 輪了一圈 通常啊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整套的話 你就點點餐就對了 因為他們是照著順序拿 這樣才不會就是重複這樣 好 今天算是很圓滿啦 至少三個杯墊都有拿到 這都是限定餐廳的杯墊 還蠻值得收藏的 那我們要回去拆 抽那些小包裝的 我剛剛真的超損的 我都已經走了 真的是蠢番耶 我本來想說 回飯店要來拆那一些買的東西 結果呢我走到一半 就是已經搭電車了 然後發現我的Wi-Fi機沒拿 被我忘在 惡森美術館的廁所 都整個超慌張的 我回來拿的時候啊 就是我在一樓的時候 我就跟工作人員說 我有東西忘記在廁所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完之後呢 他就讓我再入場 然後還有告訴我到哪裡 找誰 然後呢 我上去之後 我到了暗戀所之後呢 我就跟他講說 他拿回我的Wi-Fi機 結果 他還問我 長什麼樣 我整個傻眼了 因為我就是真的不好啊 就感覺我白色的 便便的 就是我的Wi-Fi機長這樣 然後 因為他要確認那個是我掉的東西 所以他會問的比較仔細 幸虧這家網路 他這次不知道為什麼 他在我的網路機上面貼我的名字 我就剛好 我就順著這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Wi-Fi機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我就拿護照給他看 順便找回我的Wi-Fi機 真的是幸虹 好啦 這是中間發生的插曲 太精彩了 好啦 飯店見 我從富階一博掌回來啦 看看我 買了 這麼多 不要小看 好像只有這麼一丟丟 然後說這麼多 我跟你說 我剛剛那樣子 也花了我一萬三 富階一博掌最可惡的地方就是 他有很多東西都是在用抽的 那我現在主意跟大家介紹我買了些什麼 Yoyo白書的色紙 這個大小是A5的小海報 然後重點是他身上有壓金箔 我就看到金箔又受不了了 然後我就買了 我買了兩個 然後就看我會抽到誰 完全是運氣 那我要猜囉 為了保存完美的包裝 隨時準備好小刀 一張A5的紙 然後有燙影 賣著 富階一博掌 的限定 一張賣我 600 好 我要開囉 好緊張喔 他太透了啦 我已經看到了 他呢 這一面啊 圖案呢 就是固定的 然後另外一面 帥爆了 真的是 超美 真的是超美 那個光澤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那個光澤 超是站到不行耶 我真的是抽對了 哇 我抽到一個飛影 好開心 還有一個 你們覺得我會抽到誰呢 沒有什麼雷 我其實都還蠻開心的 你抽到誰都好 不重複就行 因為他是一大疊 讓你自己在那邊抽 我跟你講 不重複就行 緊張的時刻到了 我直接抽起來 你們會看到影子 好 我要 我要 我要翻囉 看到紅色的影子 好緊張喔 是誰 是誰 哥 我 我 對三人沒有任何意見 單純的就是 如果有別人可以選 我不會先選 桑圓啊 呵呵 我 我 好 下一個 全45款的杯墊 超級賭 這個是 幼兒白書的杯墊 對 連杯墊都能抽 因為場內真的沒有辦法拍照 所以我只能跟你們說 我盡量找圖片給大家看 一包裡面有五張 一包要六張 我就不相信 全45款會全部都是我的雷 拆了 我就只有買一個 因為我想說 這個應該不至於雷到這個地步 我抽到誰呢 好緊張 欸 它還蠻厚的耶 哦 它是紙座的 我以為是樹條 第一張是誰 你看到了嗎 樹 不錯 第二張 二 三 等一下 我抽的人物怎麼都很旁門走 可是行 我還蠻喜歡它 來喔 再來 下一個 一二 三 哦 好可愛喔 姆丹 可以耶 好可愛 然後下一個 好啦 其實我覺得 幼兒白書有個很厲害的地方是 就算它是配角 就是它不常出現 我也都覺得那些角色還不錯 好啦 最後一個好緊張 再一個主角圈 誰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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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緊喔 沒關係 我有時候牡丹 當作去限定咖啡廳買一杯飲料 然後抽到牡丹杯店 然後我開心 好不好 我開心 下一個 接下來 幼兒白書 磁鐵名片 這一個要660 全30種 一包 兩入 我已經刻意把這個圖案秀出來了 特寫 應該放在旁邊 總之 我覺得 它沒雷 我們看看我會開到什麼 我這樣拉出來 我會先看到一個 你們也會看到一個 主角圈 拜託 主角圈 啊 我不知道你們看到誰 但是我看到了 欸 等一下 這 這有點衝突 what 不錯喔 蠻喜歡的 其實也真的是沒有雷耶 這開的方式有點天堂地獄 你們看到的畫面跟我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繼續 不重複就好 蛤 欸 哈囉 我這樣都能抽到重複的 請問我是不是 天生當不了什麼 震撼的人 哈哈 我跟你講我先說 我都沒有不喜歡 反派沒有不喜歡 但是更愛主角群的人 你知道嗎 比較 我在想 如果我當時買的是三包 我是不是 會再抽到一個黃泉之類的 三大摩頭 我也不用抽 好 下一個 我就不信了 這裡有黃泉嗎 欸有 哈哈哈哈 我也害怕 震撼衣服展的 徽章 人物徽章 這個是我買到最便宜的 這個一個440真的是超便宜的 這跟他們比起來 它真的是便宜到很親密 這全20種喔 全20種 我如果找到圖片的話 我都會盡量放在旁邊給大家看喔 我又擺出了 這個是最後了 最後的波紋 我可以說到誰 我真的是緊張得要命 我可以偷看嗎 好像不行 1 2 喔 我跟飛影有點有緣欸 我連色紙都抽到它 真的 欸不錯啊 主角群我已經很開心了 再來一個 不要重複就好 因為這個真的 這個系列真的是沒什麼雷的 我比個一定要 1 2 沒有重複吧 沒有重複吧 這什麼運氣啦 你知道全20種 你知道 在那邊是 兩大桶 這個 堆滿 是這麼深 然後堆滿 我隨便抽兩個 飛影是不是更定我了 我並沒有不喜歡飛影 飛影跟帳馬我也都很喜歡 但是呢 可以不要一直來嗎 換個人 行不行 我真的是 哈哈哈 好 下一個 呃 我現在很害怕 我很怕兩個看出來是一樣的號碼 哈哈哈 這個呢 是 對 就只有抽號碼牌 裡面它附一張小卡片 我們只能買兩包 它全七種而已 我覺得我買兩包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沒有多買 那我個人是希望呢 我可以抽到99跟404 當然1219也是可以的 割開割開 這個號碼是誰呢 這個號碼是誰呢 好像在開大樂透的號碼 喔 感覺是兩位數喔 1 2 小潔 是小潔耶 小潔 它裡面會附一張 喔這是貼紙 可以貼的 喔好看 接下來呢 老樣子 我只求不寵婦 我數三喔 1 2 3 小朋友 你時候有很多 我好 我剛剛 重播了嗎 你知道嗎 他們是一大桶 對我要重複一次 你知道他們是一大桶 然後很多很多 而且是好幾桶 太誇張了啦 怎麼會重複成這樣 第一波 好 我跟你講我最後要開一樣東西 絕對不會重複了 因為我只有一張 哈哈哈 這一張是買不到的 最後在出口處的時候 你要拿門票去兌換 它裡面呢 就是入場特點 這個非賣品 一個人只會有一張 我就絕對不會重複了 好嗎 我要開它囉 我期望 這天風競技場的票碼 跟暗黑武術大會的票碼 好緊張喔 因為這個 去一次只會有一張的 紅紅看到紅紅的 紅紅的 欸紅紅的 紅紅是不是獵人了 我要說出來囉 啊 啊 是 啊 好開心 好開心 太開心了 好讚 然後這邊 這邊 它是 來場紀念 就是 對 就是表示我有去過熱山 喔這好棒喔 好棒喔 我好開心喔 我今天滿足了 我很害怕門票抽不到 開心開心開心 太開心了 算了那堆重複了 這就重複吧 接下來是不用抽的系列 不用抽系列 我覺得有一個必推要買的東西 因為這次的這個 復健一博展 你要有這個logo 然後還有這個海報的樣子的話 它有海報有袋子 有很多很多周邊 我最後最後選擇了資料夾 因為我有一個資料夾收集冊 它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然後它這個是440 算是非常便宜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限定的資料夾 一個都要550 它440而已 真的算很友善啊 我覺得這個可以買 還有一個東西值得買 我大推 這個 這個是 又壓金箔 金箔的撲克牌 它呢 就是復健一博的 所有很經典的人物都在裡面 撲克牌有52張 還有包含鬼牌 54張 所以裡面圖案就這麼多 這能不買嗎 不過這個也不便宜 這個也要2530 那我們就先來拆這個撲克牌 那我們要開囉 哇 這個 我不知道鏡頭前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金箔的感覺好棒喔 這個 我有點捨不得拿出來 然後它的背面是這樣 喔好可愛喔 它的背面 這個人物的 這個好棒喔 你看 然後還有 他並沒有說 黑條就是哪一個作品 他就是混在一起 他就是混在一起 好美喔 哇 好帥 真好讚 這副是買對了 因為這種撲克牌 不但圖案多 然後像這個 還有壓這個金箔的 真的是讚到不行 然後只有A 有彩色的 然後跟JQK 他們有上 不能猜到 吸索就是鬼牌 哇這個 這個好讚喔 你們看得到嗎 這真的很讚耶 這撲克牌真的是超級讚 大推 真的是太喜歡了 然後我今天的髮型是 阿琪的髮型 看得出來嗎 然後呢 這個 這個畫風啊 就很讚 然後又是一個附件衣博展 然後它是方形的徽章 我覺得很好看 它這樣三個 1980 不過很有收藏價值 所以還是買了 然後最後 我跟你講 來到附件衣博展 因為裡面 鏡子拍照 錄影 任何 只要你紀錄的形式 都不行 所以我在最後最後最後 可以拍照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拍的照片 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這裡的感覺 因為它每一個 都是原畫展出 然後就親眼看到那個 附件衣博真的很厲害 然後畫圖的細節也很棒 裡面真的 你去看它的原稿 你就知道 其實附件真的 非常非常大量的優秀 就是看到原稿的感動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不一樣 然後呢 我說了一定要買就是這個 這個呢 是附件衣博展的 有點類似設定級的東西 我告訴你們它裡面的內容呢 它就是一開始 你進去展之後 所有 所有 看到的每一幅畫 它都收錄在裡面 這本2500日比 其實跟其他的比起來 真的是超級便宜的 這本呢 真的是大推 如果你沒有辦法來展的話 如果有朋友能來 請他幫忙帶一本 因為這個呢 有限定 我個人只能買兩本 真的是很珍貴的一本 好啦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啦 還有我對 這次去附件衣博展的展覽的 分享也到這邊 因為裡面真的不能拍照 不能錄影 很可惜 不能跟大家分享 但是真的是推薦大家 如果有朋友要去的話 因為它直到1月9號 這展覽直到1月9號喔 1月9號之後就結束了 你們剛剛看到我開箱的所有的周邊 都再也買不到了喔 我應該會請朋友再幫我買吧 因為 一直看到重複的我有點痛苦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還想要看到我其他更多 日本型的影片的話呢 請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然後 我應該會持續更新 再分享按讚 掰掰